今年檸檬狀況算還好嗎 今年比較少 今年比較少 我之前本來是開餐廳的 然後那個時候開餐廳就會對食材有比較多的認識 對然後剛好那一陣子那個高麗菜崩盤的事情常常都會有 所以才下去研究 發現到其實不只是種植的問題 有可能在運銷過程中會有浪費 有可能在各個地方都會有浪費 那一開始我們當然先從食物浪費的角度去關注 產地確實是透過分級有很多的農產品 它可能因為規格或賣相的關係 它沒有辦法進入市場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說有沒有機會 我們就來針對產地所謂這些格外的農產品 來做產工 我們一直也在思考說 那我們生產出來的這個格外品 比較大顆的或比較小顆的 我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銷售方法 或者是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加工品 然後剛好又遇到了他們 所以就是我們一拍即合 水果應該是在那邊 我們跑過幾個果菜市場 比較容易會有浪費大概就是葉菜類 每天大概有8%的量是 比如說耗損的或沒有賣完的 這樣的量其實是很可觀的 比如說西螺它一天1000噸好了 就是有80噸 這個就比較像是價格外品的檸檬這樣 就是它要分級出來 其實產地也會做分級 像這個這樣就是一些價格的狀況 果菜市場少量多樣來自於不同的產地 那我們希望能夠大量解決的話 比較難針對少量多樣這件事情來解決 所以在市場處的人建議我們之後 我們還是回到產地端去做這個事情 其實它有給我們很多的課程 包含財務的課程 然後還有導師 就是像我們導師它告訴我們很多 以一個不同的視野告訴我們 我們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方向 我們未來的路它都已經看得到了 對它都給我們很多提點 這些東西它重新再被利用 然後我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什麼是格外品 這個時代說要賺大錢也很難的 但是賺自己覺得心安理得 覺得很開心可以幫助到別人的 可以對這個社會更好的 因為我們使用的水果加工用 我們就會使用所謂的格外品質的事情 就是它可能是規格以外 不符合市場需求 或是只是影響賣相 再不影響品質 我們在創業的過程中 有一個很大的體悟是合作 台灣大部分其實是小農居多 就是量沒有很大 可是大家要做有像環境的事情 其實更辛苦 所以其實合作是很重要的概念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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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